大家好,今次和大家講講 中國官方公布遼寧艦航母入列10年的紀念影片 當見到殲-15戰鬥機低空飛越美國導膽驅逐艦 以Low Pass方式強勢驅離美方戰艦 另外,大陸橫台軍演之際 台灣軍方高層被爆料去了美國夏威夷訪問 搞出一個豪華飲食團,但同時顯示他們受到美國軍方冷待 台灣最近發生了兩宗爆料事件,也在高度關注 第一宗是台國安局長陳明通,7月赴泰國 他出入海關的照片,入住酒店的帳單,搭機的紀錄 早前就被人公布在新開設的Twitter帳目上 國安局長看來都不安全,行程全曝光,本來已經很有話題了 接著又爆出第二宗事件 以報導兩岸新聞為主的《中華時報》就爆料 台軍的政戰局長簡示委中將 8月率領一行六人去美國彈康山和美軍交流 《中華時報》完整披露他們五天的行程 由於過程交流時間少 購物觀光花天酒的時間更多 在台灣也引爆話題 由於國安局、政戰局都是屬於台灣八大情報系統 兩大情報頭子去美國去泰國行程全刀路 在台灣野起批評 可以看看政戰局長簡示委訪美 具體看看報導的內容 《中華時報》說 台軍官名義赴美觀摩 實則觀光購物花天酒地 報導說 台灣國防部所謂深戰大隊一行六人 在8月5日至10日 去美國夏威夷將所謂徐隊觀摩 成員包括中將局長、政戰局深戰科科長、 民宣署上教參謀、深戰大隊中教中隊長、 民宣署少教參謀、青年日報社長等 政戰局長簡示委原本4月就要提前退休 見高層慰留 延期到9月底退休 今次屬於退休前出外觀摩 而8月5日至10日 正好是大陸環台軍演的緊張時期 但政戰局長簡示委這個夏威夷行程 就一點都不緊張了 有些度假未度 《中華報》還公佈了訪問團行程的手冊 揭渡了包括8月6日 赴奧特萊斯靠物中心靠物 7日是歐湖島文化之旅 享用完奧特萊斯購物中心的海邊封程餐廳後 又去Costco購物 而全程都安排了台壇香山辦事處的人接待 到了8日開始有些正式的活動 參訪夏威夷州國民兵 會舞太平洋特戰指揮官 和美方針對心理和網絡作戰 作用雙邊議題交流 到9日會舞美國太平洋陸軍支三處長 太平洋陸戰副指揮官 另外美方印太司令部相關聯合參謀部次長 針對俄會戰爭等深戰議題進行元卓會議 不過這只是原定行程的安排 相關報導另一個惹人注目的內容 就是美方並未將台方官摩團當作一回事 一些美國指揮官一臨時原因取消了參加會議 沒有出席台灣官摩團的交流活動 官摩團最後就變成老朋友重聚 這個行程主要由他們過去認識的 已經退休的華裔美軍軍官陪統 相關報導說台灣官摩團在當地共五個晚上 原本預計美國東道主會是他們 搞一個派對或者舉辦一場晚宴 但是結果並沒有發生 導致台灣官摩團就為美國東道主 舉辦了貴價的宴會 就像在夏威夷最貴的中餐廳 請了美國貴賓享受最高級的海鮮粵菜 根據理智 其實作為來訪的台灣官員 不應該為東道主設宴 而駐譚香山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原本計劃一共請官摩團吃三次飯 結果就請了四次 包括本來應該由美方現請趕晚 當台灣政界熱意洩密的原因的時候 不少台灣網民就說到 六個官員完全不放鬆在夏威夷之旅 當中的觀光、購物、宴請、蒲酒吧 到底有多少開支是由台灣納稅人埋單 當然更慘的是 美國官員根本不當台灣官摩團是一回事 但是台灣還這麼熱情揚日 去買美國的軍火 就在官摩團離開美國大半個月之後 在9月3日 美國軍方宣佈 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向台灣出售 11.6億美元的武器 這是拜登政府執政以來 美國第六輪對台軍受 也是價值最高的一次 台灣國防部會議說 相關報導不實 而且極盡污衊 台軍各項涉外交流活動 關係依照年度核定計劃執行 這次訪問團扶夏威夷交流 看待時間是當地的星期禮假日 所以還未安排官方拜會行程 另外依社交禮儀 著情辦理晚宴等交易活動 請台灣人不要被人誤導 看到這裡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政見局長簡示威中將行將退休 台灣國民黨立委和孟佳就質疑了 拿著納稅人的錢去安排這樣的行程 豈不是假公務真道假? 第二 沒有根本沒有高階的現軍官 去接待簡示威這個中將 可以說沒有根本看不起台灣 也可以說熱面孔就貼到冷屁股上面了 第三 台灣軍情高官即使被人冷落 但台方仍然不斷向美國買昂貴的武器 台灣人的錢真的花得冤枉了 另外想說說中美不一般的接觸 9月25日是中國首手航母 遼寧艦入列服役10周年紀念日 中國官方媒體相繼發佈了 多條關中國航母10年的短片 在央視軍事頻道公開的短片當中 除了展示遼寧艦將24架殲-15艦載機 停放甲板還有一個曬冷之感外 而且還在其中一條影片的結尾 放了一個很難被人發現的彩蛋 鏡頭所見 多架殲-15戰機以超低空飛行的方式 飛越一艘美國海軍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的頭頂 這種頭頂飛越令美國海軍有滿滿的壓迫感 美國海軍過去十分喜歡在社交媒體上 將照片登出來 為什麼這次又不放一張解放軍15-15戰機 迎頭飛到自己頭頂的仰視照片呢? 央視部講的短片畫面非常短 前後總共不到4秒鐘 但是時間衰短 判別一艘美軍軍艦所需要的主要資料都已經足夠了 被殲-15飛越的這艘美軍軍艦採用了寬水面線設計 上層建築比較凌亂 直升機甲板上的起降指示線非常清晰 竟然是一手有基庫的阿里巴克2系列 主砲後方和基庫上方都配備垂直發射系統 並採用了傾斜式的危肝 兩座巨大方形煙通異常醒目 其次上層建築前部B砲位上沒有白斑 就是沒有安裝密集陣的近防砲系統 所以說這艘軍艦應該是一艘阿里巴克2A型 武近防砲改版導彈驅逐艦 目前美海軍中有36艘這個型號的艦艇正在服役 從時間上來說 事情應該發生在今年5月份左右 中國海軍遼寧號航母編隊 東卓宮古海峽 在台島以東的西太平洋海域進行訓練 當時多艘美軍艦迫近正在正常訓練的中國海軍航母編隊 遼寧艦的艦載機隨即起飛進行驅逐 觀察1,50鏡頭拍攝到的美國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 就會發現下方的驅逐艦很大 看上來跟1,15的座艙長度差不多 這樣說明了當時1,15的飛行高度很低 估計飛行高度可能只有2、300米 美軍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的水兵 一定能聽到1,15發動機的強勁光明聲 雖然央視軍事頻道並沒有在視頻中透露過多細節 但從美軍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的尾流可以判斷 當時這艘驅逐艦肯定是處於高速行進的狀態 中華海軍的殲15艦載機 出現於美國驅逐艦的頭頂 意味著中華海軍遼寧號航母 當時距離美國海軍戰艦不遠 從近兩年遠海訓練來看 寧艦艦每次穿越第一島鏈 駐入太平洋之後 就會遭遇美國海軍艦艇的跟蹤監視 這次的主角就是來自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 基於以上事實可以拼湊出一幅圖畫 遼寧艦航母編隊終於到一艘美國導彈驅逐艦的抵近監視 航母編隊的艦載機起飛 殲15艦載機飛到美艦上空大約300米處 快速飛越警告美艦不在公海上干擾中國海軍的正常訓練活動 雖然美軍阿里巴克級導彈驅逐艦配備有先進的宙斯盾作戰系統 和96單元的MK41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標準的遠程防空導彈 具有優異的區域防空能力 但面對超級飛行的殲15艦載機仍然會有很大壓力 因為殲15最大的飛行速度超過兩馬克 可以掛載4枚射程超過200公里的英擊83K空射反艦導彈 或4枚英擊91超音速反覆射導彈 可以有效攻擊美國的宙斯盾戰艦 兩架殲15戰機快速從美國軍艦上空飛過 最近的距離是300米 這樣短的距離,防空系統是難以反應的 這種壓迫感只有美國海軍自己才能感受到 將海軍這兩架殲15戰機對美艦這種飛越距離 就是帶名鼎鼎的低飛沖動作 這個飛行動作是僅止實彈距離的嚴重警告距離動作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戰機已經飛到軍艦上空 而且高度低度軍艦的防空導彈和跟防炮 沒有辦法正常鎖定攻擊 也就是說這一刻,軍艦在飛越他的戰機面前 處於任人宰蓋的狀態 因此,Low Pass一般只是用於對方軍艦 飛入闖附近自己的領海 或是幾方的軍事演習核心區域 而且發生不聽警告、執意逃流這種非常嚴重的挑釁行為 當時才會採用 在戰鬥機低翁飛落美艦或距離美機方面 俄羅斯擁有相當充足的經驗 玩過低翁飛落美艦一時不慎跌到海裡的也有不少 更甚至SU-27戰鬥機都搞過低速靠近美國航母 並釋放起落架向美艦示威 不如為了打壓俄羅斯 不約軍艦經常性侵俄羅斯領海 因此俄軍也要經常對闖附海外的不約軍艦實施Low Pass 最著名的莫過於去年俄軍出動蘇二十四戰鬥光炸機 對美國海軍衛士號驅逐的驅離行動 俄軍先在低翁飛越美國軍艦Low Pass行動無效後 才採取在美國海軍航道上擲炸彈,迫使它改變航道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殲15艦載機 個月採用Low Pass行動 驅逐過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出雲號輕型航母 今年5月,遼寧艦穿越公共開合 在西太平洋水域展開海上實兵實彈軍事演練期間 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多艘軍艦 對遼寧艦航母進行跟蹤監視 期間遼寧艦航母編隊 起飛了多架次的殲15 對日方艦艇進行反跟蹤和反監視 從日方放出殲15雙機編隊照片的拍攝方位判斷 當時兩架殲15艦載機正從出雲號上空飛過 並且攜帶了實彈 看過年1015,東飛美國導彈驅逐艦的故事後 可以這樣總結 中國海軍未來還會出現更深更遠的海洋 軟洋化的中國海軍將它面臨越來越多摩擦 中美艦艦近距離對峙的事情也會很容易發生 另外,我在石楼台的時事快評 港共政府宣布七個醫生發的免針子涉嫌濫法 由十二十天開始 他們發的兩萬張免針子就會失效 用虛假免針子的人可能還要坐牢 歡迎到石楼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楼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楼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的媒體很少說 我們希望石楼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楼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楼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瀏覽石楼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楼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楼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